一宗墮樓案意外揭發了一宗家庭悲劇 昨天大埔泰和村亨和樓一名61歲姓羅的男子從高處墮下 警方上樓調查就見到原本獨居在單位的48歲姓羅的女子倒閉在睡房裏 兩人是舅舅外申女的關係 女子被舅舅殺害 男子最後亦畏罪自殺 她被發現的時候位於床尾的位置 並且被大量的皮鋪和雜物遮蓋 身上除了多處的傷口之外 頸部和手腕都被一些黑色的牛皮膠紙捆綁 上址的客廳和房間亦都流了大量的血跡和掙扎的痕跡 可悲 什麼關係都好 總之改了一個淺者很不適感情 很可惜 最好不要發生這些事情 現在的人很燥 很容易打架 動手 社會不好 就算是家人 親戚 為什麼這樣說 男人吃 人就燥 據了解攝氏單位原本是屬於男死者的母親 亦都是女死者的外婆 她生前曾經表示 單位的業權會由兩名死者評分 但為足最終由外孫女獨自繼承 而相信今次行空的原因是金錢糾紛 主要是涉及上子業權的爭拗 而男死者早一晚都前往這個單位 相信與女死者發生爭執 而在殺害女死者之後畏罪自殺 涉事單位所在的泰和村屬於租自計劃屋邨 實用面積是349平方尺 據說今年6月最高樓層22樓相同失號有一宗成交 未保地價的成交價是197萬 我們今天去到仍然見到窗框的兩個血掌印 單位內亦都有執法人員在這裡繼續搜證 她應該分配好一點 大家吃飯坐在一起說 就應該不要為了錢 拿人的命 我們可不可以令到養陈址 娜